回到我們1點鐘新城資訊台的節目 這一個星期我們已經是第三集了 《恐教的瑜伽十德》 除了我賀文義主持 還有副院長王孟英 孟英 你好 你好 我們節目的前半部都是 請到恐教學院的院長湯恩佳博士 跟我們講一下瑜伽的思想 以及恐教學院的工作 湯恩佳博士 好 開心 好 開心 那個《恐教主》作為儒教的始創人 以及儒家學派的領導者 他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書長家 因為他2574年了 所有宗教是最大的 他大過佛教 是7年 大過是基督教551年 是 大過是道教都差不多100多年 所以《恐夫主》是真是 歷史上是最年紀老的 是 他的書長和人家的光輝照亮了整個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因此 因此 印常常說 天不生 仲利 萬古如長野 《恐夫主》的偉大書長具有永恆的價值 是 索造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道德的基因 在中國歷史上 尊重孔主的時代 都是走向穩定 繁榮的時代 反對《恐夫主》的時代 《恐夫主》的時代 《恐夫主》的時代 《恐夫主》是真是擺第一的 《恐夫主》是從來《恐夫主》內 這事實不 其實就是孔主所切的道德準則 我就用它做人的 我1960、1970年的時間 我做染料就是用這個做人的基本 說謊 所以我做到染料大王 過時間就能夠我們發展到染料大王 所以過時間這麼早已經賺10億8億 染料大王的責任和市民已經完成 然後現在到你建坎廟的很大的責任和市民給到你 這個問題 真的是起孔廟 這個十萬呎地 這個問題 具體的地址在哪裡 那個地址是非常接近 黃大仙 大瀚村 我們三個宗教混合一堆 黃大仙和 智連靜院和孔廟都合拍在一起 一切 你一直都舉行了很多活動 我們很適合談的 我們三教 經常一起舉辦觀音廚碑日 推廣那個傳統文化 每人夾十萬元去做的 即是恆用那個傳統文化 是的 剛才院長說你做生意做染料大王的時候 都用這個儒家實德 人家做生意就說要 你要說人而禮之信 會不會吃虧的 你有沒有吃虧的 沒有吃虧的 我現在呢 是我們實在是非常之成功的 我們打贏斯巴佳記 斯巴佳記那些是我們做出來的染料 是跟他 斯巴佳記一樣的色光 一樣的力度 是吧 他的湯脂亞彈簧呢 我們是全部吸引了一樣的 一樣的顏色 一樣的力度 但是他賣百三元一斤 我賣百一元一斤 但是根本呢 我告訴你 我們的成本呢 是二十七元 雙兒是秘密來的 院長 這麼多年來 院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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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廠都進入了大陸 現在根本呢 毛巾廠呢 都不是香港的那些廠家去職的了 你院長很大啊 二十七元 一百一十元 是啊 沒問題 我在馬路撿到黃金 我都要叫那個是世界標準價錢賣的嘛 撿到黃金就這麼便宜了 當然標準 不要騙人 不騙什麼人 我今天打贏了德國克斯特的櫻丹樹林 打得贏他怎樣 儒家的實得幫到你打贏一些國際關係 就是對人老實 對人老實 就是信 是嗎 是的 信 是的 信 用信那道地方 還有個義啦 人 人者愛人 我們去跟人相處 用人者愛人的精神 很純粹就是做生意 讓人看見的樣子 嘩 聰明不切 樣子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樣子 我們老實 我們一樣的驗料 都做出全部一樣的 我打贏了克斯特 克斯特是鷹丹樹林 是最出名的了 他又是有托斯亞彈簧的東西 我成本這麼便宜 你說我賺錢賺得多開心 他說 哎呀 給你這件襯衫 用西裝啊 嘩 我們300元一件 你的成本是100元 你能夠特別成本嗎 不是騙人嗎 騙人也不行 騙人也不行 你收拾了黃金 都要20元賣出去 沒有道理的 每個人都佔納的 每個人都佔納的 所以這個就成為了你當年的信譽口碑 是嗎 是的 我做驗料真的非常入心入肺 現在我每個月都發兩三次夢 做驗料的 真的這麼厲害 回顧以前 是的 被人搶了什麼什麼 真的 都做非常有價值的東西 人就是愛人 人就是愛人 義有義氣 禮 禮是很重要的 禮是怎樣呢 禮我去買了這間屋 買到這間屋 你住在那間屋 住在那間屋 我去看這間屋 那就是 一路在馬路一路看上去 看上去 看上去感觸 那西人開門 他就看頭 看肚腩 看肚腩 看清楚才是讓他進去的 由頭看得到 那我們就認為有機會了 那我進去看 嘩 真的漂亮 他裝修得漂亮 嘩 又看見有游泳廁 嘩 真的難得 那一路 搞到西人覺得 湯英家很喜歡那間屋 那個工人華姐 我出去之後 他就是 那個 那個華姐說 湯先生 我的老闆肯賣給你了 提早消息給他了 那我太太當時 又和他一起去 我已經找到他了 找到老婆了 嗯 嗯 這樣啊 就是 禮 禮貌 禮貌博取了一個西人 他說 這個湯先生很喜歡那間屋 然後 將來呢 我臨到呢 搬出這間屋的時間 我不會哭了 是 有一個很厲害的業主 有人呢 珍惜他 接批我 這麼愛這間屋 嗯 我想是這樣的 其實遠足就是 我想是他 這樣賣給我 嘩 沒什麼道理 一千三百八十萬 變成七十億 我真的 發夢都想不到 但是孔子的實德 從你做生意到生活 都是 都是擁持這個原則 我全部會用的 我全部會用的 但是令到你一直都可以順利 我全部會用的 我寫著 你看看 我想你 我寫著 你們這處地方 所有人都沒有我寫著 是這麼漂亮的 是 是 他們的漫筆很漂亮 你們把我 給他們看 嗯 嗯 然後呢 是真的 我寫著 很漂亮的 嗯 那要用修行來的 要很長時間 是真的 三個小姐 我寫著 真的寫給你看 好 待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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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是很漂亮的 但是這些 現在 到時候你 那個廟廟 你都要寫一些字 大神殿 那些全部都要寫一番字 是 是嗎 等著孔廟 如果落成 當然是孔廟 大北 湯圓街 要徽北 沒有人代替都沒有 下一節我們回來 就慢慢清楚地講一下 香港的孔廟 興建和發展現在的最新進度 好 好 再見